大家好我是Eason 酸民說行車記錄器到2024年還沒有4K是垃圾 電量很低也是垃圾 今天就開箱這台EG-1行車記錄器來打點酸民 我們今天拿到這一台叫CarMAC EG-1這台行車記錄器 前4K後2K電量從4個小時到11個小時 內建GPS App很屌開可以記錄軌跡跟時速 4K HDR支援充電防水 還有靜止關機省電功能 重點是售價才4980元 還送128G的記憶卡還有保護殼 你們真的太離譜了啦 真的太離譜了 冷靜一下冷靜一下 我覺得還是要從外觀來看一下這台機器 外觀蠻簡單的前後兩顆鏡頭 左邊這邊是可以插Type-C充電 這邊呢就是放記憶卡的地方 記憶卡支援到256G 非常夠用了 操作的話就是上面兩個按鈕 前面是Wi-Fi 鈕 後面是電源鈕 按一下就開機了 上面都很清楚四顆燈號 有充電燈 GPS燈 錄影燈 跟Wi-Fi燈 另外一個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直接在這個前面做了一個錄影燈 所以你要看一下後照鏡 欸有錄影的 就可能出發了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要反過來的話 欸後面這個就沒有亮燈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麥克風 所以操作上非常簡單 那配件的話也給的蠻齊全的 這邊呢Type-C充電線 這個是防水充電線 就是需要你把這一邊 Type-C直接螺絲轉掉之後呢 把它整個塞上去 再用兩個螺絲鎖起來 這樣可以確保是密封好的狀況 多一個步驟會比較麻煩 但是可以確保機器可以用的比較久 那底下的話就可以看到 是3M的植母扣 大賣場 或者是消費費 或者都買得到 或者是你直接戴安全帽的頂上這個地方 就直接貼一片 然後就直接扣上去也可以 那另外支架的話就是可以讓你去轉接 任何GoPro的底座 放在左邊 放在後方右邊 那我會建議啦 因為這台機器它裡面的電池是5000mAh 重量稍微有一點點 方頭頂上絕對是最好 模式因為它的重量呢 會就可以直接平均分配 那另外就是這些底扣 GoPro配件底座 那這次蠻貼心的 它直接附了一個防吊繩 另外裡面就是附了一張蠻大的說明書 那我在看的時候還不錯 這寫得很清楚 包含各個電量可以用多久 各個畫質怎麼做設定 每一個燈號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基本上看完之後呢 非常清楚 而且都會用表格的方式去呈現 後面的話就是告訴你說 怎麼去安裝在帽子上面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的話還有附上這個 試鏡布跟收納袋 整台還是可以放在車廂裡面 去做保管 不要不會刮傷 保護一下鏡頭也是比較好的 這次有從你一格的包 喔對對對 你講的沒有錯 這是原廠標配 這次在我們官網獨賣一個月的時候呢 我們會直接送你一個硬格包 放在128G的記憶卡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高等無憂 規格上來講 為什麼一居然這次可以直接給前4K後2K 其他家的話 最高還是前2K後1080 原因就因為這次他直接採用了雙晶片 兩個聯用的晶片 一個是96670 後面的話是96671 然後再搭配上 Sony Starvis 335跟307 就連內建的緩存記憶體都有兩塊 其實就是把兩台行車遊戲 幫著在一起 但是我們想過來 兩台行車遊戲尬在一起 就是耗電會增加 因為畢竟兩個晶片獨立去運作 不過廠商也想到了 他直接給滿 5000毫安培的電源在裡面 就是一個小顆移動電源在這邊 單鏡頭4K30 可以錄540分鐘 2K30 660分鐘 1080最低的也可以到720分鐘 12個小時跟11個小時 4K9個小時 就等於你把移動電源尿袋 直接裝在行車記憶器裡面 重量還蠻輕的 比一顆移動電源還輕啊 只可惜沒有出反向供電功能啦 不然我們就覺得手機沒電了 拿行車記憶器來幫他重疊 就是這樣 欸真的好久很久 UberE他們會跑一整天對不對 以前他們都問我們說 有沒有8小時以上行車記憶器 現在有12個小時的 他們說你這團108030格 那4K19個小時可以啦 非常夠用 那重量上來講的話 他就是169克 就是比其他雙鏡的機種 大概都重了20到50克不等 他就是一個目前最重的機器 但是你說跟GoPro比起來 真的才重15克 而且我們講的GoPro 是不含那些框啊 支架那些東西 算算上去的話 跟他重量也差不多了 這次測試我們跟魚王不一樣 我們也測試了用最高的畫質 直接丟到我們的低溫烤箱 在模擬在車規的情況下 4個小時的錄影會被讓他當機 發現穩定沒有問題 所以不論今天是冬天 或者夏天使用這台機器 我想問題都不會太大 至於防水部分的話 台北市這幾天都在下雨 所以我們使用起來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另外蠻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們家的APP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了 它有GPS GPS直接整合在APP裡面 只要去下載 叫ComCam第一個 不用錢的APP 就可以抓下來了 要連線APP也很簡單 直接Wi-Fi鍵長壓3秒鐘 這藍燈亮了 就代表說它的Wi-Fi開啟了 這個時候呢 打開APP 按連接行車記錄器 它就會帶你去連接它的Wi-Fi 你找到ComCam 就連線之後 回去APP裡面 就可以連上去了 Wi-Fi密碼預設就是 12345678 那連接成功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前鏡頭跟後鏡頭 記得啊 細的是前鏡頭 粗的是後鏡頭 這個預覽效果也方便 就是讓你在調整角度之後 就可以直接預覽 這個畫面 OK 沒問題就出發了 右上角的話 就可以做左右的切換 左下角就可以切換 子母畫面的位置 然後跟它前後的鏡頭 中間兩個的話 就這個是拍照 一個是錄影跟停止錄影 你也可以看到 行車記錄器設定裡面 有非常多的選項 包含是不是要錄影 它的麥克風的靈敏度 中高低 風鳴器就會講那個嗶嗶聲 那如果說你是要偷拍 就把那個空機關掉 正常的把它打開啦 那解析度的話 就是可以讓你直接去選 4K 2K 1080 30跟60格的選項 循環錄影 或我們捐一三分鐘 那如果說你覺得 不想要每次下載檔案 那麼久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分鐘 另外就是我覺得 最棒的地方了 前後鏡頭的EV值 是可以單獨設定的 你可以這邊自己去設定 你要加或減 影片格式的話 我們同意會建議 就是改成TS碼流 這個時速屬應的話 就可以選擇 要打開還是關上去 因為它會直接壓印在影片裡面 另外的話 我們會建議碰撞的感應師 直接的把它做關閉 常常有極加速機檢數的時候 會造成所有檔案 一直不斷鎖死 最後記憶卡 就只剩下1G 或是500MB的空間 在那邊重複的洗 而且你會一直以為 自己的錄影道 回去的時候發現 啊 檔案早就被洗掉了 傾倒鎖短的話 則是到了某個角度之後 還需要去鎖短 那這就看人啦 反正你倒在地上的時候 應該在12個小時以內 應該會有人把你拉起來 那如果說你沒有什麼朋友 你還是把它打開好了 另外的話就是 我覺得很不錯的功能 叫做 偵測靜止關機 通常我會把它打開 常常我們可能 帽子拿回家之後 就放在桌上 然後就忘記關機了 趕緊早上要使用 啊 沒電了 這東西把它打開 它只要靜止3分鐘不動 它就自動關機了 那開機的部分呢 開機你就知道正常開機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真的很懶 你可以直接把震動喚醒打開 就變成 放在桌上3分鐘之後呢 沒有動 它就進入待機模式 會稍微耗一點點電 但是一旦你把帽子拿起來 一搖晃之後呢 它就開始露營了 最後就是會建議說 格式化記憶卡這東西 大概一個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要嘛是你進APP這邊 去做格式化 或者是直接把WIFI 鈕按5下 它就做格式化功能 所以沒事不要亂按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剛剛測試過了 這個檔案呢 如果是3分鐘4K的檔案 大概就是200多MB 那下載的時間 大概就是花2分鐘多一點點 一開始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慢 實際上下載起來其實是蠻快的 那下載好的檔案的話 就直接跑到本機項目裡面去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開 點開之後呢 GPS的資歷也在裡面 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在那邊滑 也是可以非常的滑順 然後你隨時可以看到 影片在哪個地方 那你也可以做影片截圖 或者說編輯它的一個順序長度 如果說你剛好騎過安和路啊 國泰醫院門口 剛好拍到有人在網上打架 那就把那一段寫出來 就可以上網路上去分享 大概可以得到抖音10萬個點閱 然後Youtube大概有20萬點閱 那最重要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畫質表現如何 我們先來看日拍 那日拍畫邊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隨便停一格 前面的車牌看得到 雖然會覺得銳利度調的比較高 流化感算有一點 基本上遠處的車牌啊 或者是那個路牌去辨識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GPS位置顯示這個地方 如果你把GPS顯示時速關掉的話 這邊就沒有了 那後鏡頭也是一樣 它就會跟你講這2K30格 那時間點都在裡面 因為有GPS 就你就不用擔心時間會跑掉 它直接抓GPS的時間 所以白天啦 我覺得沒問題 現在的行列記錄器 白天都是很OK的 除了2K跟4K 如果你想要更滑順的畫質的話 你可以調到108060格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畫面呢 其實會更流暢 那也是一樣 雖然是1080 但是其實遠方車牌 也都是可以抓得到 所以就看你 你想要高畫質 還是你要想要流暢的畫面 任君選擇 這台都可以做得到 那看完日拍 我們來看最重要的夜拍 因為老實說 剛剛我會覺得 它的白天有畫感 重了一些些 所以我本來以為 晚上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顆粒感 會變得更大 結果反而不會耶 夜間更漂亮 4K30格 車牌 左邊這邊可以看得到 NLM913 那最近我發現 有些車牌會跌映起來 那就是因為 他們現在有HDR技術 HDR就是把 比較亮的檔案 跟比較暗的檔案 結合在一起 所以結合在晃動的時候 就會發現 有一點好像浮起來的感覺 那不用擔心 這是新的技術 這邊是可以看到 6798 雖然會有一些蟲影 但是不影響車牌上面的辨識 來看計程車 這就是4K畫質好處 即使車跑遠了 它也可以抓到車牌 TAS779 很清楚 那如果說今天你可能是用 720或者1080的機種派的時候 遠處的車牌 可能就派不到了 整體的話 夜間畫質 雖然說有一些些光暈 就包含路燈的地方 有一些光暈 但是在車牌上面 你會發現說 車燈直打 它並沒有出現 太多過曝的狀況 後鏡頭的話 現在就是2K30格 基本上也沒什麼問題 稍微是偏暗了一些一些 如果說你比較喜歡 偏亮的畫面 你就直接把EV值 獨立把它拉高就可以了 在後鏡頭基本上 有點像機車 前面都沒有車牌 所以頂多就等人拍一些 後車來車 B車的狀況 通常拍汽車 這個狀況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倒沒什麼 太大問題 在2024這個點 其實有兩派廠商 一派可能就像1G1一樣 往高畫質 長電量這邊走 另外一派就會走防手震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技術 出來還沒想嘗試 我覺得都很好 就是看個人的選擇了 我覺得這台機器有沒有缺點 還是其實會有 重量是比同級機種 還要再重一些些 那就是一個電量 跟體積的一個取捨的狀況 另外的話就是因為 它目前選擇 是高畫質跟高電量 並沒有往防手震這邊走 所以在頭上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晃動感會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優點就是非常多了 包含它給了你 4K 2K線最高畫質的 頭戴式行車記錄器 而且在電量上 並沒有做任何的妥協 而且還加碼到4個小時到11個小時 真的非常厲害 另外還有內建GPS功能 可以讓你在查找 這些行車記錄器的檔案的時候 方便很多 同時你可以知道自己的時數 那你的位置在哪個地方 這個對於女朋友想要查詢 真是太方便了 沒有啦 其實現在大家都用 Find My iPhone有沒有 Share位置給我你在哪個地方 跑都跑不掉 另外的話 App的設定也蠻淺顯力懂的 你包含前後的EV值 可以去做調整 這是我們覺得很棒的地方 像我是比較暗派的 我會希望把EV值調低 那有些人覺得說 我去想看白看很漂亮的 那我就把EV值調高 因為車其實是跟你所在的環境有差 如果直接就跑山 你把EV值調低的時候 哇你真的什麼東西就拍不到 那你在都市的話 反正你把EV值調低 還有機會拍到車牌 所以每一個人的生活環境 通行和狀況不同 這個就可以讓你自由去調整 這非常的棒 另外的話還有 自動開關機功能 像我啦 常常忘記關機 這樣的功能 就可以確保你隔天上班 或者是上學的時候 這行車記錄器 不會因為你一個疏忽 導致隔天沒電 然後最後的話操作上我也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有鋒鳴器 有震動 有燈號 前面的話錄影的時候也會提醒你 是否有在錄影中 所以在設計上我覺得 欸 不像是一個新手廠商進來 反正像是一個老手廠商 他把所有東西都考慮面面鋸刀了 而且還直接閃來算命一巴掌 總之啦 這台機器呢 就會推薦給長時間 需要在外面騎摩托車去使用 我覺得這個長電量 高畫質 欸 沒有問題啊 這次的優惠也是很棒 我們獨家熟賣 價格是4980 而且還送硬殼包 再送你一張1287G卡 夠優惠了吧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看機車周邊商品開箱的話 那就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那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 對你在選擇行車記錄器上面有些幫助的話 那也請你幫我按個讚 讓YouTube知道這是個優質的頻道 優質的影片 好啦 我是極限專賣醫生 我們下回見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